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在表冠消失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产品 有的不止一个 朗格同样 朗格要有众多标志性产品 如果你看外壳的话 可能很难区别 但是你要看它的布局的话 很容易区别 比如说这款 活脱脱就是一朗格一 特点就是偏心的表盘 还有这些固定的规制 但它这个固定的规制 它可以承载不同的功能 神奇就神奇在这里 这也能显示出朗格的一种功力 这款它是万年力 12小时刻度圈外圈 它用来装的是月份 如果在其他的功能的话 它可能是世界时什么的 但是规制是一样的 但它的功能是各有所长 这个是万年力 另外它这个三角窗口 是万年力用来标志润年的 还有一个特点 另外月相盘 昼夜显示功能 你看东西没有变 通过色彩的变化 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这就是德国人的高妙之处 话说刚才在这表展里转的时候 总能碰到一些咱们的粉丝 其中有一个粉丝特别有意思 刘老师你好你好 我认识你 但是你肯定不认识我 这哥们手上戴着是一个朗格的猫头鹰 这人长得很健硕 总是那么的理性 你瞧瞧 说刘老师我认识你 这就完了吗 然后紧接着又补了一句 你不认识我 我心说这不是啊对吧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人他是一种很理性的 很男性化的啊 我问你男人和女人哪个更理性 啊 我再说表啊 这块呢就是朗格一今年新出的万年历 他的几个特点跟他我也说过了 大致力呢是黑底白字的 他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 就是说这款表他是薄金的 他这个月项的背景啊 他是可变的 浅色的时候他指的是白天 背景变成深色的呢 他指的是夜晚很神吧 当然了这月亮肯定是白金的了 表壳虽然很平常 但是特别的值得一说 我们说在表壳设计上呢 比较先进的一种结构 叫做多件式表壳结构 这个常常是跟那个爆款运动表的这个 整体式设计相关的啊 当然朗格也有自己的好好运动表啊 即使不是运动表 这些朗格一啊 这些其他款式1815啊 什么也好 都是多件式表壳结构的 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这个表壳的侧面 它的不同的零件 分别用不同的手法打磨的 比如说上面是后光 中段呢就是拉丝 然后呢 它跟那个表壳的过渡地方是非常的锋利 所以如果你要是用同一打磨工艺的话呢 你是无法形成这种锋利的过渡的 所以多件式表壳结构的优点之一啊 就是便于塑形 这个你给特别敏感 从你查就到了 这点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地方 现在不用说了 还是朗格一贯的特征啊 自动摆驼 然后摆驼上应该是有 锅金配成块的 百载版雕花 蓝钢 螺钉 黄金套筒啊 这都是朗格这种高级德国制表的标配了啊 这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呢 你说这个男人喜欢朗格 这不怪男人啊 不好意思啊 我这玩上瘾了 这款啊 说老实话啊 这都是玩超跑玩的表 Lamborghini Revolto Revolto我估计就是反叛的意思 据说是意大利的 没翻译过来的 它的功能是有自动计时马表 罗杰度比的人还特意跟我说啊 说我们那个有助轮啊 带非反 好了我新说了 你罗杰度比要做马表 要做不出这些东西来的话 好意思拿出这马表了 非反计时 驻轮 看不见的一功能叫什么呢 叫踏车装置 就是它是垂直离合器啊 垂直离合器呢 在马表上是一个 应该说一个很较真的一个东西啊 但这个罗杰度分分钟拿下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叫杀支片 就是说你启动停止归零也好 非反也好 防止计时秒针的震动 三点位这是分钟计算 这个分钟计算非常独特啊 传统的分钟计算是0到30 30分钟对吧 它呢这个窗口只开到0到9 但是呢它的另外一面呢 还有0 1 2 三个数字位 二斤制 十斤制啊 头十分钟呢 它是用0到9来显示 到十分钟以后 分钟计算的二位数 1就出现了 从1开始 又是10到19 然后是1到20到30 机构设置是非常的巧妙的 也很有赛车风 材质呢表圈啊 这是陶瓷的 这陶瓷可真有益 如果你仔细看 加工的非常非常的精细 我都难以想象 这么精细的闻 它可能用陶瓷加工出来的 表壳 谈纤维的 到底 怎么说整体是设计啊 当下有货啊 整体摆大 这表冠是泰的 哦 差点忘了啊 你看这个9点钟百轮啊 是偏了12度的 那为什么要倾斜12度啊 哎 这是好问题啊 我觉得吧 你要捣一下罗杰柱的历史 因为他们历史上呢 做陶瓷轮都已经不新鲜了 更高的替代啊 就是400轮 那400轮它的这个排列方式 非常独特啊 每个都跟那个加板平面 成一个夹角 用这种方式也可以抵消地心引力啊 这个百轮呢 其实它的传统就是从那来的 它倾斜12度 就是那意思就是要抵消 抵消以力 不好意思啊 咱们的计划 我稍微打断一下 你知道我总有些私事 需要两决一下 就这儿 嗨 高兰瑞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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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家企业的商业 什么是这么特别的观众 Montrability Shariel是一个非常一样的品牌 我们使用一个材料的材料 它使用每个品牌的品牌 是这个视级是男人或女人 这个视级是谁喜欢一样的品牌 所以我这个视级是一个材料 它使用我们的品牌 这是一个GMT的运动 在一个36mm case 所以谁喜欢它可以买它 所以我还有两个的兴趣 这个是一个Saint-Tropez Navigator Surf 我一个非常大的浮沙 我喜欢浮沙 所以这个是自动的 它是建立的像一个游泳的 watch 但它不是用来游泳 它是用来游泳的 在背面你会有一个转的 那是一般的 那是一般的红色 但是这个是一样的 这一样的组织线 它是一样的金牌 它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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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 它是一样的限制 GMT 它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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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这个混合 的黑色和白色的 它是一样的 红色的 它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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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们的 粉丝们喜欢你的 watch 我希望你也 是一样的 你真的吗 所以说我们 你会有什么 要说 你会有什么 能够的 能够的 是的 记得 要是一样的 活一样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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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我不是为他 因为我以前做杂志主编的时候 跟他爸爸认识 他爸爸以前在卡地亚工作了15年 然后他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这个夏利豪就是他爸爸的 他爸爸除了这个造表以外 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玩赛车 不过2019年他到了赛车的时候出事了 所以呢 这个事业呢 就传给他女人 刚才那就是创始人的女人 而且他确实说的对 就是他这个品牌 就是一个女人掌管的品牌 非常独特 雅典 这两年主打的是奇想啊 FREAK 过去呢 他有自产基金 有比较早开发的龟优斯 现在他是用一个具有奇思妙想的设计 作为他的主打 如果你看他的表盘 你会发现 行动系统啊 包括一部分轮系啊 他在表盘上 这个百轮百动的同时 轮系呢 还在自转 自转呢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指针的效果 所以呢 一击两用 从某种意义上 这是一种很原创的设计 相当于当代艺术的级别吧 FREAK 奇想 就这么从此流行开来了 他的外部识别 除了戴着群众系轮系 在表盘上扫动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他在表冠消失了 传统手表 我们在三点位呢 能看到表冠 可以上弦调实了 但是FREAK呢 三点钟 没有表冠的 所以外形更加纯洁了 这几年的新款呢 他增加了一个叫FREAK X 你买得起的FREAK 标志呢 也有 就是他那个三点钟的表冠 又回来了 就更像一个传统手表了 所以呢 今年的表展上呢 FREAK也好 FREAK X也好 都在 但是呢 说华 喜欢 昂贵装饰的朋友呢 有好消息了 今年的新款上呢 他增加了一些贵金属的装饰 加板上用了一些贵金属材料 打磨呢 也是传统的高级质坝打磨 他的表圈呢 也有贵金属损像 也做了类似于 剑痕呀 或者是坑纹呀 这些比较精致的打磨 还是很有特色的 OK 你也看到了啊 这亚诺品牌独门秘笛之一啊 大家知道亚诺曾经是给英国皇家海军 生产航海中的 但是他凭什么能拿到这个 航海中的订单呢 因为他们在做皇海中之前 就是做天文功能的 所以就因为这个 他才能拿到皇家海中的订单 天文功能 现在落实到精密月像了 怎么才叫精密月像呢 应该是122年才出现一天的无杀 你看 他的背面是这样 这里面呢 有一个转盘 这个转盘呢 相当是一个调节的刻度 只要严格按照这个刻度 校准了月像以后 他永远能保持精确的反应月像 阳光表 下期间 他最后您的体会 行户 一周 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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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周 四周 三周 三周 二周